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断裂的社安网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迁 蔡英文总统在第一届任期 也就是2016年的就职演讲中 曾经承诺要强化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而现在进入第二任期 落实了多少家暴随机杀人 虐童虐老的社会案件 为什么还是有增无减呢 这个小时我们就要带您深入了解 跟检讨我们的社安网 有多少不足之处 事实上2018年行政院核定了 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 那么订定的目标呢 是希望三年内呢 能够增加第一线的社工到3021人 那么再从六都的人口来说 社工的禁用率呢 普遍也都是有大幅度的增加 大概呢都是有八到九成 而人力补足率呢 已经高达了85%了 那么全国社工专员数呢 截至民国109年底 总共有14989人 虽然社工人员的禁用率增加 人力呢也尽量的补足 可是换算下来的服务比 还是偏高的 平均一名社工呢 要服务1535人 即便人数增加 但是社工人员普遍还是存在着 所谓的薪资低 风险高 还有工时长 以及专业被忽视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 在增加社工人力 却还是没有办法减轻 他们的压力呢 一起来了解 他们穿梭在一件件悲剧中 常被排山倒海的指责淹没 只要涉及生命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都把社工太深化 刻案苦痛必须接住 自身处境谁来看顾 冲过来之后一手就勾住我的脖子脱形 这样子 可能谈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对方就出现攻击我的情形 他们家因为自己住在半山山腰上嘛 所以他们每餐都会是自己煮饭的 像这些柴米油盐啊都会用的这样 这天我们跟着陈寅慧社工一起去访试 他和老公都是社工 被问到访试太晚小朋友怎么办啊 我小朋友基本上他下课回家之后 至少还可以去我婆婆家 社工真的很需要亲属这样子的一个支持 对 要不然不要讲 社工被通报高风险也蛮尴尬的 优惑背后流落的就是服务对象在哪 上山下海就去拿的茫茫茫 这次非常难得 访试的民众愿意露脸被拍摄 非常厉害 不是你从黑暗动跑不拉起 我不可能会这样子 你讲这么感性的话 你害我等一下都快哭了 真的假的 小弟弟扛着住行器慢慢爬着阶梯 要回旧矿坑宿舍搭建的家 他历经重大车祸 昏迷 卧床不能动 爸爸每天背儿子上上下下 去医院复健 现在能说话走路是奇迹 也是父子俩坚强的意志力 爸爸你这要放哪里 乌鸡要放哪里 那段时间最无助的时候是有人帮助是最好的 比较有力量 逆流欧善 小爸爸当初为了照顾儿子 辞掉工作经济困难 社工的介入 拉住了坠落中的家庭 爽朗的陈寅慧为个案带来阳光 只是25年的社工生涯 记忆中有隐隐作痛的遗憾 他面对很大的家庭的变故 所以还蛮认真的陪着他走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在我要转换工作的之前的前夕 他就选择亲生这样子 所以我必须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放下 对 因为我们很难 很难面面俱到 我们也很难把所有的生命 都背负在我们的肩膀上 努力了不一定有好的故事结果 每位社工要承接个案的情绪和血泪经历 很容易导致替代性创伤 被自责焦虑忧郁包围 平均年龄只有15、16岁的少年 听到一名社工人员走出来 就围上去出手攻击 107年新北市家房中心社工师 和家长讨论儿保案件的后续 没想到被对方的朋友突袭围殴 还就在派出所附近 事隔两年多 这位社工师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 进入司法诚信 我会担心对方会不会报复 这是还蛮常见的一个可能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进出我们家房中心的安全上面 其实就会比较多的担忧 当初刚回来上班时难免有阴影 新北市社会局提告妨害公务力挺社工 长达两年的官司 诉讼文件中抗告人是社会局 法定代理人张锦丽就是局长 不过上诉到最后高等法院认定 廖社工当下不是在安置小孩 或是安排家长探视 以及这对父母虽然有只是朋友 在访谈结束后趁机殴打社工 但难以认定有妨害公务的主观范益 109年驳回上诉 判决重创社工士气 上班期间被打不算妨害公务 但社工职务本来就不止在办公室 工作内容也会跟当事人家属 或相关人士沟通接触 判决或许也凸显的是整个社会 对社工职业理解的薄弱 谅社工无法漏联授访 就是因为保护性社工 得要处理家暴性侵等业务 碰到暴力威胁的风险相当高 他们还要24小时昂后服务紧急个案 根据卫福部统计 成人和儿少保护通报案件 107年总共13万8千多件 108年有14万6千多件 109年不管是成人还是儿少都增加更多 加起来破了16万件 保护性社工的压力越来越沉重 这个就是我们的警报器 对你知道微信的时候你就按一下 它就会产生巨响 然后这是辣椒水 看了有点心酸的防身武器 新闻我去访案哦 我到金山 出门前跟同事交代一下自己去向 这是社工的自保SOP之一 社工常常是单打独斗去访案 却没有警察的公权力来防御 关时轩曾因为保护安置妇女小孩后 被对方家属埋伏 飞车追逐 除了这些危险 会要压垮社工们的还有 没有一些民众对我们的想象 认为说我们好像就是万应工 就好像有什么事情就是找社工就对了 只要看到新闻跑马灯 出现什么发生什么家暴案件 或是什么什么致死案件 儿童什么案件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会很紧张说 那个发生地在哪里 是不是自己的辖区 舆论就责还有大众的错误期待 神话社工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悲剧不会因为社工的存在就此消失 107年开始 政府推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 投入近70亿经费增加上千位社工 根据卫福部截至110年1月的数据 全台湾总净用率平均85.51% 只是漂亮数据背后的真实就是 全台湾社会工作专职人数 有14000多人 服务比是一个人要服务1535人 相照美国的服务比是1比511 日本是1比626 比别人重得多 而重点也不该只有人力 这一波强化社会安全网 进的人力挹注之后 我们有算过 因为新人进来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还没有经过社会历练 或者是才刚毕业出来的人 我们有算过 我平均的社工年资也只有两年多 人要做事需要有子丹粮草 这些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备 那不然的话 我社工不可能只靠一张嘴 在跟家庭工作 年轻社工更需要支援 这不是单一县市的困境 中央的社案网1.0 专注在补充人力 忽略配套措施 像是警政 卫生 教育 社区支持等相应资源 都该一起到位 缺乏责任分工 仿佛变相将压力 都转嫁到社工身上 当你处在黑暗深渊 社工是纳道曙光 但当他们身心浩劫 转身离开 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网络 也将会败 您知道为什么社工 又被称为流动率最高的 专业团体呢 因为在社福界 有一个常年的陋席 叫做回捐 也就是很多的民间社福机构 都会以经费拮据为由 用情绪勒索 爱心绑架 团体压力 让社工还得捐出 自己的部分薪水 那么要处理安抚棘手的个案 还要捐出自己的薪水 这合理吗 长期下来 滴滴薪高压 就会造成了社工人员 他们的流动率很高 而且要辅导的个案 只能不断的换人接手 如此以来 这个被辅导的对象 如何跟社工建立信任感 当然就没有办法了 而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就是一个身心俱疲的社工 跟排斥社工的个案 而且如果这个社工 一旦有劳资纠纷的话 他们只能透过 申诉的平台跟管道 可是我们发现的是 其实受理的案件 跟违规的案件 都是非常少的 问题又是出在哪里呢 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鼠 刚开始站出来真的很难 但是一定要勇敢 你知道有这种做功德的方式吗 每个月都叫我们捐教育费 那连年中也要捐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 回捐财阀要落实 社工不被当罪人 你知道帮助弱势的人 自己是弱势吗 社工其实就像尼菩萨一样 待人过疆 但是事实上他自身难保 因为他随时可能都会融化 这是民间社服机构 常年不成文的肉席 回到家放下在外奔波的紧绷神经 整洁温馨的套房 是社工小和离婚后 自立的一方小天地 但一开始月租金六千一加上两个月押金 近两万块 他筹不出来 因为 社工工会代表出面指控 高雄晚情协会除了爆出要求社工回捐之外 我只是要跟他说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捐了 我有我的压力 距离我们采访往前推四个多月 小和是各家新闻中马赛克变音的吹哨者 气诉高雄市晚情部女协会 要求员工将部分薪水回捐 这是他考虑很久后第一次露脸 小和回忆应征时 机构说每个月得要交的教育费 也没有说要付多少 那也没有说要付多久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份社工工作 所以我就 那时候也没有多想 摊开小和的存折 解密机构的操作 像是108年12月5号发新日 晚情汇进三万两千多块 但同一天小和就转账给晚情 五千四百八十三块 这个金额就跟会计给的小纸条上列的一样 之后更改成领现金出来捐 而每次要求的款项没有固定标准 他进去不到一年 总共回捐了五万多块 机构里的总督导给了小和工作机会 对他来说曾经是 我觉得他那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 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那之后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要再被回捐的事情之后 整个态度还有说话 非常的严厉 然后那个转变 让我很害怕 小和一度哽咽 采访时手紧握小方巾 微微发抖 他的勇敢却惯来 在办公室里被同事孤立 我们取得内部个别督导记录表 主管讽刺写下 社会工作助人无法发大财 多计较伤神爱比较伤心 还批评小和觉得个人权益 有争取空间 是不是破坏了承诺 最后写没有机构 也就没有个人 这些字句赤裸裸的流露社福界 道德绑架 情绪勒索社工的方式 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这件事情 政府跟民间机构 是相互绑在一起的 那绑在一起的情况 就变成是一个很微妙的状况 会变成是政府剥削机构 然后机构为了要生存下去 他就剥削社工 直白的说 政府是非盈利组织的大金主 把许多法定社服业务给民间做 当政府补助不足 有些机构就要求社工违捐薪水 另一方面机构若被检举倒闭 在某个地区就没有人提供服务 政府也很怕 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复杂连结 而敢站出来的社工还要承受 就是你让弱势得不到帮助的千夫所指 还有同事也不见得愿意相挺 既然已经有人站出来 你为什么不在后面 跟他一起站出来 为什么还要去挺机构说 没有我们没有被回坚 好像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社工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去争取 那如果个案遇到这种情况 你敢去帮他争取吗 小和靠着信仰和工会帮助 走过这段吹哨的痛苦历程 他说希望不要再有人跟他一样 社工劳动现行展中放着的标语牌 都是网络票选出的社工怒吼 像社工不是志工 或是我没有爱心 反凤大众对他们贴上很有爱心的标签 忽略社工是有专业 而且需要薪水的劳工 2020年是社工薪资薪制的元年 只要你是政府补助委托给机构的服务 这样的方案社工 你的薪水就是34916起跳 在过去举例来说 如果政府补助每人最高是34000块 但有些机构往往根本不会给到这个最高的钱 所以社工被回坚了也不清楚 定出了34916的楼地板以后 可以减少被回坚的状况 只是回坚的样态也不断地在变形进化 社工被剥削 全台各地层出不穷 因为结构性问题人没跟上 以高雄婉晴案来说 第一个吹哨者出现后 带出过去10年 同一个机构20几位社工求助工会 掀出回坚上百万的惊人真相 TVBS持续追踪 询问高雄婉晴 他们拒绝受访 用新闻稿回复说 不认为这叫回坚是意义性捐款 捐款人有意义他们就退回捐款 以及过去面试时都一定有当面告知和默契 即便被社会局开罚了 态度还是蛮强硬 工会表示晚晴已经和社工们完成调解 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还钱 晚晴这一案 社会局才能罚他回捐上百万 结果只能罚他三千五百块 政府都说他要杜绝薪资回捐 杜绝薪资回捐 可是这几年来 政府根本在整个相对应的法令制度上 他其实是没有动作 他其实都是喊喊这样子而已 在109年 我们所约定的这个 违约金这个部分金额太少了 那所以明年开始我们就20倍 这10年来难道都没有觉得 这个社会机构有这些异状吗 那确实是没有人站出来澄清 只能用违反委办契约罚机构 还罚很轻 政府监督责任不该只靠社工的勇敢 而血淋淋的真相还有 社会局祭出公益券木条例要晚晴还钱 第14条是植物上有服从关系 券木行为不可以强迫 第16条是 我要你限期改善还钱 你若没做到可以连续处罚 但也就是机构有意愿还钱 没有违法 其实回捐本身根本没有法律可罚 107年 卫福部建制社服人员 劳动申诉及沟通平台 三年来总共才树立53件 而查到19件违反劳动法规中 就有13件跟薪资回捐有关 数量53件 确实是当然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从今年110年开始 只要你是情节重大的 就没有所谓的改善的机会 我们就是马上就停不住两年 保罗常在网路上用图文分享社工大小事 让很多人觉得心有戚戚焉 当年他的第一份社工工作也遇到回捐 因为气不过最后选择离职 坊间其实都很流传的一句话是 社工权很小 我们随便钱都签得到关系 对我可能会让你没有工作 其实我在我要离职的时候 我曾经被那个单位的主管 就说你就不要在这个 身上这个全职里面工作 这些人我都认识 对就是有点半危险的方式 有到就是快一千份 保罗在粉砖上连续三年 做问卷调查 让社工匿名填写工作机构的 薪资福利和问题 整理成ECL表单让大家看 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社工们 求职上能趋及避凶 社工的职业特性是 大家没事时不会见到的人 好像跟我们无关 但若他们一直被剥削 高流动率下 面成最嫩的社工 处理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你面临老人长照 社会纠终 就业服务等等需要时 社会安全网就像断裂般 难以接住每一个人 这是我们要带您来了解的是 社会安全网当中的儿少福利问题 事实上卫福部呢 为了要达到国际公约 还有业界学界长年去机构化的呼吁 所以大幅删减委托安置的人数 104到108年儿少安置的收容人数 从3475人下降到2795人 那寄养家庭呢 社区寄养家庭又因为 小子化高龄化低结婚率 以及高离婚育 原因减少了近300户 所以被寄养安置的孩子 也跟着减少从1662人 下降到1550人 可是在此同时呢 打1957福利咨询专线 或者呢 从其他的管道通报 需要救助的案量 却从5.4万暴增到7.4万 那么再从安置费用的成本来看 25人以下的小型机构 每个月呢 这个孩子平均的花费呢 大概呢 是需要7.1万到7.7万不等 26到50人的中型机构 则需要5.9万到6万元 可是各地方政府的补给呢 真的费用非常的少 每个孩子每个月 大约才2.4万 这代表的是 政府只用补助而非委托的形式 把儿少机构丢给安置机构 规避全责委托 有一群孩子 带着过往人生的伤口 离开了家 玉和需要不间断的爱 我期待的就是说 是一个怕我的爸爸 就像木屿老师这样子就好 有一群老师是孩子们的替代父母 日夜陪伴 想办法接种那些好好坏坏 他要直接冲后 就是我房间拿抽屉 因为打我去这样 然后他就很生气 就直接抵着他这样 边安抚边抢下刀 照顾中有惊心动魄 经营上却所知又处 我们带着使命跟价值在工作 但是这不能成为 我们被博学跟践踏的理由 这天武家安置机构 和半泡泡足球赛 暖阳下孩子玩得好嗨 就在场边 我们突然闻到 我要味 你这样侮辱手门员 你给我去当手门员好不好 两位少年冲突一触即发 老师立刻介入 你刚做得很好 刚那一球踢掉做得很好 真的 我刚好在那里看啊 我妈我吓死了 人家都要进了 好久没把他踢开 肯定又理解少年的表现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安抚 陈沐宜老师 只要是轮到自家孩子上场 我们都能看到他 不断拿手机捕捉的身影 生活辅导员是安置机构的第一线照顾人员 面对的是在原生家庭受创或司法裁定安置的儿哨 这群孩子背负家庭犯罪和身心多重问题 受伤的人就像刺猬 当他有情绪障碍 他对别人有攻击行为的时候 然后我们主折的社工跟sample我们觉得说 因为我们不要一下子就不给孩子机会说 你打谁 你打其他原生 我们就把你结束完字送感化 可是我们就会给自己很多包袱 所以这是拉扯的 是有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 就会自己这样 他就一吐我就说 你这老师做么烂 你有什么资格当我老师 然后他就讲说 我爸爸都不管我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管我 只是我当时刚来 然后我就说 我就被这个 这句话震撼到 你当时有偷哭吗 其实有啊 周末的社团活动来到庙前空地上打鼓客 就有主折社工等三个大人陪少年一起练习 增加相处机会是想更了解他 而申府园是24小时跟孩子们生活 动着面对呛吓打架或是桃园 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 还有重中之重的人力 根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设置标准 安置6岁以上儿少 每6人应配置一位申府员 难以矫正的儿少则是1比4 但法规没说这是总人力比还是随时人力比 以成仇儿少家园来说 截至2021年1月底 有24位原生他们请了16位申府老师 超过1比2的人力 让申府员能够轮班休假受训 而机构合乎劳动权益多请的人 是拿不到政府的补助费 法规完全忽略实际情况 如果当人不够的时候 那机构就不会有个别化的处于空间 就以我自己为例 我有三个孩子 当三个孩子都有事情要找我的时候 我可能耐心会降低 我可能我的焦虑会提高 对那在我们这边状态也是一样 当他今天要照顾的孩子是多的 孩子的议题是复杂的 然后他是疲累的 那一定会有很多失序的状况出现 开朗大方的阿J已经成年结案上大学 成仇儿少家园的主任徐渝 在符合法规又尊重他的露脸意愿下 还是很担心 我当然还是会希望你可以戴口罩 应该不需要 应该是不需要吧 那你是担心的 因为你要去提琴的时候 那个丈人看到你的影片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 很棒啊 就我过去了 大人的多想是希望帮阿J 竹起防火墙 他社会的标签让他再次亮枪 我偶尔还是会回来机构 我这里看一下的 因为其实这里对我来说是有感情的 他算是我人生成长的一个历程 现在的阿J还有去学校演讲 分享人生故事 被安置的孩子 就像落在悬崖边的种子 需要愿意靠近用心灌干的人 让他们开花 但不少安置机构却称得苦哈哈 摊开成仇儿少家园 和全台各县市政府签订的合约 每位个案的安置费只有两万一 两万二 两万四左右 讽刺的是以中央公告的决算报告来看 像是109年卫福部的中区儿童之家 支出9800多万 平均收容142人 等于卫福部养一个孩子 每个月有五万七千多块可用 但给民间机构的费用 平均只有两万四 而中小型机构的成本高达五万九到七万多 我们求证卫福部他们新闻稿回复 中央三间儿童之家的每月服务成本不到四万块 那到底确切多少钱还是不说明 除了这个安置费用之外 其实地方政府他也可以跟我们再申请一些专业的服务费 包含到他自己也有捐款的收入啦 那他也可以去做一些运用 如果我们自己部署的机构 有人捐钱的话呢 他是算税入 要缴到国库 这一点跟私立机构就不太一样 公办公营的儿童之家照样可以募款 那又为何以民间机构可以募款 当作政府钱没给足的理由呢 而社家属口中的专业服务费 既矛盾又难拿 109年是规定机构进驻率低于50%不补助 110年是进驻率不到50% 社工或申辅员的专业服务费给你一半 但这些年政府为了回应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CRC的国际审查 朝去机构化执行 已经大幅降低安置的人数 你一方面要人少 另一方面却用收容率的多寡 当作民间机构想申请专业服务费的门槛 我们现在所有的安置机构都不是自己收耶 我不能把小孩放在门口说 你帮我养 不行啦 我们的身份权益 这个都要经过法院裁定的 而不是让我们民间单位 大家互相站在可怜孩子的立场 那就是慈善 那就不是权利 因为儿少被照顾 好好发展就是权利 这是谁的责任 国家的 而少安置是国家的法定业务 政府却规避全责委托 用补助 108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纠正卫福部 漠视地方政府给民间机构的经费 直指国家为了节省成本 转嫁责任给委外补助团体 而安置机构的千难万难 还有 这边一间间的空校室是之前让园内孩子上课的地方 最高纪录层同时有27位孩子在园教育 因为地方上对安置机构的孩子有疑虑 让他们很难到一般的学校去求学 直到108年的时候 所有的孩子才到外面去上课 这些闲置的教室其实是好消息 但也建置了那段被贴标签的岁月 小男生放学回来 开心和院长抱抱 他是别的县市安置过来的孩子 当初连坐校车 学校一开始还拒绝育幼院 他说父级不在这里 不能想说引领的教育罪 那我不会讲 什么时候中华民国教育体 就变成一国两制 现在孩子进来 父级都没有进来 他都是用限制证的公务委托进来 因为签了那个 就转学级不转父级 这样对孩子俩是一个保护 受安置而少 在学校的处境动辄得救 如果又是跨县市转学过来 那是一种你的学生 不是你的学生的feel 长爱家园院长吴文辉认为 委托跟被委托的县市政府 彼此是平行单位 希望中央不管是教育部或卫福部 要拿出办法监督和协助 育幼院努力牵起每一个孩子的手 国家必须给每间安置机构 合理充足的资源 他们是这些儿少 人生风暴中的陪伴者 努力不让孩子们自伤或伤人 人生就像泡泡足球的翻滚 当豆淘灾时 有人伸手推一把扶阵 让你有勇气继续向前 我们前面看到儿少福利的预算 都这么少了 更不用说心理健康的预算了 而这预算少 但是要负责列管的病人人数 却非常多 从106年开始来看 这第12集列管病人的人数 都超过三万五千人 甚至超过四万多 但是相比之下 社会关怀访试员 只有不到100人 109年好一点点 也不过108人 这108人要如何关怀访试超过三万五千名的列管病人呢 换算下来 这个案量比109年为例 这案量比呢 一个人关怀访试员 他们就必须要负责331案 可以说这个案件量非常的庞大 而且呢 甚至呢 他们做不完还得下班后回去继续做 那么刚才我们说心理健康预算很少 有多少民国110年国民心理健康第二期的计划预算呢 是只有63.13亿元 换算下来也就是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评分下来每个人的精神健康预算只有27.5块 还买不到三颗茶叶蛋 我们才工作者很特别的是我生病人 然后我是经验者 就是我走过来了 我才可以去做这份工作 药物副作用 有时候眼球会上掉 然后还有可能脖子外血 有些很严重会往后仰 然后讲话不清楚 然后以前有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是被鬼附身啊 那些看不懂的举动 是他们努力跟疾病抗战且共处 是我们漠视对疾病理解且接触 你今天是要去哪里放置 我今天要去金山 那我们大概要骑多久的车 大概40分钟 这一趟路我们跟着林静伦 沿途从热闹市区看到山再经过海 显现服务辖区之远 天寒酷暑风雨无阻 因为我们等一下后面是可能就很靠近我要访问的地点 那可能就不方便带你过去 因为就会有隐私的问题 林静伦小心保护个案隐私 采访团队也不清楚目的地 没有任何可辨识的资讯会出现在画面中 谨慎再谨慎 因为社区关怀访试员是走进精神病人家中的第一线工作者 他们陪伴倾听 追踪就医和服药状态 观察个案病情变化等等 相当困难的是 官访员得建立关系取得信任 家门踏不进 新门就打不开 其实事前准备周全 访试过程的不可预测性相当高 难以有一套SOP来应对 见招拆招是官访员的日常 非常耗费心力的还有 就白天事情做不完回家只能继续做这样子 官访员访试完得打成记录 上传到中央的精神照护资讯管理系统 采访这天林静伦还有访试逾期按量62件代批 制度要求他们有效率 但林静伦曾经服务破百的按量 还有结案的压力 你看他稳定了四个月之后 你评估他的分数什么 他其实就掉二级 那二级来说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结案 对但可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结案 我可能就先处理完 扶药顺从性的问题之后 我可能还会再看一下 他其他的部分 包含说他的日常生活的规划跟安排 精神疾病个案是一个个拥有 不同故事的血肉之躯 不是系统里的量化数据 结案块不等于服务品质 官方员想帮他们做的更多 但因为爆量流动率一直很高 根据卫福部新口司提供的数据 第一二级精神病患人数 107年有4万1000多人 全台湾社区关怀访试员只有96位 等于一个人要服务435人 108年是99位官方员 案量比1比406 109年多了9位 还是高达1比331 卫福部没有足额补助地方政府 被审计部提醒改善 你觉得合理的案量比应该是多少 1比25 其实1比25也不是最合理的 只是说average 因为要看个案的情况 社区关怀访试员 努力不让个案和社会断线 政府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支持 而除了医疗 对精神疾病有更多的可能再发生 这天寒流来袭 厚厚的外套让玉如主拐杖更吃力些 脚是开始什么时候不舒服的 从今年4月就可能跟药物副作用有关 玉如28岁时发病 身为护理师 她很快就有病逝感 就医确诊思觉失调症 稳定和疾病共处8年 没想到又左脚内翻 无法好好走路 拐杖触地声是生命对玉如的超级 但她没难过太久 转化成加倍的力气 走出去访试帮助人 会怕说人家会有一样的眼光 所以才会就是很想坐在最边边 对某些人来讲 真的是有压力或是困难的 玉如耐心倾听 和受访者李先生聊着生活点滴 像吃药后的不舒服 心理调试等等 她都可以很快抓到对方的意思 因为她是经验者 是真正的感同身受 玉如接受中华心理卫生协会 康复之友协会等单位的培训后 成为一位同侪工作者 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不亚于医护和社工 精神疾病她带来的一个困扰 其实是非常多元 非常多个面向的 那这些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讲 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 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讲 是有距离的 他们能够看到另一个同侪 他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那那个是一个希望感 的一个来源 虽然以前生病的过程 好像是一种失败的经验 可是如果放在同侪工作者 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会发现 原来我可以因为生病的历程 去激励到别人 就变成生病好像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英美澳洲等国家 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 举办课程和认证 训练精神疾病者 取得同侪工作者的资格后 就能在相关精神机构提供服务 但在台湾缺乏政府制度化的资源投入 民间团体仍在不断争取倡议 那这种概念呢 其实当然是也是对的 其实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 这就是一种做法 对我卫生单位来讲 其实我现在连专业的都还没部件完 我认为这是基本的 我先有好的医疗 连续性的医疗都做到 我再去做这个 涉及卫生和设政两个单位 国家对精神疾病者的想象和支持 必须重新检视 而摊开五年来的国民心理健康 第二期预算 106年是五亿两千多万 连续两年减少后 到了110年进步到六亿三千多万 只是换算后 每位国民平均只有27块 连超商的三明治都买不起 除了得更重视心理健康 不只政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只会让患者更退缩 更不敢就医 他们需要被接住 不是被排挤 他们不是异类 是受苦的灵魂 愿意伸出援手的社会 才能让大家身心安顿 再来看台湾社福机构 本身的困境 台湾的社福机构 其实都很微型 机构小 运作费用更是少 更不用说是社工的培训 还有禁修了 从有家到无家 大众的认知不该是一句 没有努力工作的 以偏概全 在上班的当天 身体趴下去了 生病了 中风 我到现在走路还不稳定 今天大家要参加的活动 叫做蒙家走壮 无家者的玄家之路 南天扮演的是一个奶奶 远回经过的地方 从想象到体验 一场真人街头实境游戏 欢迎大家在今年最强寒流的时候 来到万华 融入自己的角色 自我介绍一下 当老板之后 还开发副业塔拉 我可以小蜜蜂 变动完全变过 没有投资股调 就一直在拿工厂 做到老的手脚都慢了 老板就 那时候就说 老张啊 怎么折腿 不是我母亲啊 十一个参加者 分别扮演九位无家者和两位社工 了解角色故事和游戏规则后 接下来两小时 以全新身份闯荡江湖 出发 我们跟着男子二人组不到十度的超长寒流 又湿又冷 他们走得飞快 好不容易找到上工地点 要赚钱拿到最好的成就 要解锁最好的成就 这时必须放下偶包找路人录影才能让官主验收 接着 他们在出阵头完成后领到报酬才能让角色致病租房子等等 参加者对无家者的日常很快就有感 因为我发现他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让我们能够实际的走在这个历程里面 看无家者在这个过程 如果他真的要工作 他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通过程 或者是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双脚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地吧 横传很累不断奔走是完真的 现实就是当工作地点太远 无家者连交通费都负担不起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七到八成的无家者是有在工作的 并不是游手好闲 新工作上架了 好那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新上架的工作 人生就是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把你击倒的变故 盲草心慈善协会打造蒙家走壮街头游戏 每个角色都是由真实故事设计出来的 我是以前是无家者 我会分享比较简单 那等一下如果说对某一段比较有兴趣 我们会有时间让我们来讨论 玩家们在经历长时间街头奔波 在听到无家者导师现身说故事 感受更强烈 我们希望说改变他们对无家者的传统观念 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其实无家者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有工作 不是他们好事难受 而是工作没有给他们机会 所以他们一直在争取 飞机大哥是盲草心培训的讲者 他过来跟团体分享可以领到讲师费 以盲草心来说他们做的直接服务 包括无家者的收容据点 陪伴辅导个案就业等 主要是政府补助有一些来自捐款 而另一方面也做社会沟通 创新开发像蒙甲走壮等街游 让大众报名成为收费的活动 可以赔利无家者提供工作机会 撕除民众对无家者的负面标签 还有增加一点组织营收 社会工作以人为核心 不是工厂生产线 社服团体要面对政府的案量检视 而其实接政府的委托补助案 对有些机构来说是亏钱在做 或许不少民众会认为 非盈利组织为何要赚钱 前年去日本参访的时候 我说以政府日本政府 委托给你们的一些服务 那这样的服务你们额外 还要自己再去支出这样的钱吗 就是还要额外自筹什么吗 他们回我说 如果不会赚钱我们为什么要做 对日本的社服团体来说 我需要长久 我的服务需要长久的运运 那我需要有一定的获利 我才可以一直走服务更多人 政府和社会大众应该翻转思维 社服团体不以盈利为目的 但不代表是不需要钱的团体 合理的盈余 妥善的监督才有有序的发展 高龄少子化的台湾将会更依赖社服系统 安身立命的保护网 必须大家共同撑起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